大家好,今天的圣贤灵思继续讲回阿国书 我们读到哪里呢?看看经文 我们由第十八节上次读起,他就是神,那里讲到我们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度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象初熟的果子 其实我们上次都说,我们是很卑微的 我们都完全是不完美的 但是神竟然使我们成为在万物里面初熟的果子 就是最好的果子 就是他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度生了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看下去的时候,他这里就明白他说什么了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知道的 这个就是说回前面,这个真理 阿国可能曾经有不同的机会去和信徒分享过 所以你们是知道这个真理 但是又怎样呢?这里是很特别的,有个表达方法 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第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听过这段经文,就是怎么应用呢? 就是说,你们要快快地听人说话,慢慢地,但你自己呢? 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动怒 就好像这个应用呢?就是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要那么快发怒 那这个也会有一个这样的鼓励,或者是一种的指引 但是前文后理说什么呢?前文后理是不是说不发脾气呢? 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呢?似乎不是 他是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特别后面就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是说到神的义,是说到神的旨意,和神的真道 如果这么说,这个也是我老师陈博士所解释的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样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那个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动怒 其实是原来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表达来的 那么快快地听什么呢? 就是快快地听,都是很清楚的 所谓快听,就是你要去有一种很积极的心态 去听别人说话 那这里就是快快地听什么呢? 真道,神的真道,神的旨意 原来这里是前文后来说有关神的说话 神的旨意,神的义 所以其实雅各是提醒每一个信徒 我们要快点去吸收神的说话 就是那种心态呢? 就是那种心态呢? 就是一种接受 那么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呢? 就是说,你不要这么快的反应 就是那种回应呢? 尤其是神的说话,神的旨意 你知道了之后,你听了之后 你那种反应是怎样? 你不要这么快拒绝他 有些人可能听了神的提醒,会生气的 那这个就提醒了 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你生气是没用的 如果神的真理是提醒了的 我们应该好好地吸收 所以呢,如果这样看 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说话呢? 是要调教一下心态 真的要快快的领受啊,我们所谓的 吸收得快点,听快点 但是那种的回应就 不要那么快立刻负面 不接受神的教导啊,指议啊 那个提醒的安排 反而是我们要很积极的 这样去吸收神的话语 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前文后理 就是我们跟真道的关系 那明天呢,用这段经文 再讲关于人与人的关系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再见